同人类一样,许多鸟类也会建造房子来抵御敌人,躲避恶劣天气和繁衍后代 除了实用性以外,外观也是它们建造巢穴时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5个外观非常奇特的鸟巢 中兆鸟 中兆鸟是南美洲东部的一种大型兆鸟 它们的栖息范围很广,树林,西数草原,牧场都能看到它们的踪影 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果鸟 中兆鸟体型较大,体长大约为16-23厘米,体重30-65克 它们的尾巴呈方形,胃很直 每年的夏季是中兆鸟繁殖的黄金时期 在哺育幼鸟前,它们会花费15天到3个月的时间共同筑巢 它们收集泥土和粪便,在树枝或建筑物上建造一个碗状巢穴 在阳光的烘烤下,巢穴逐渐变硬 建造完成后,中兆鸟便会在里面残卵,孵化幼鸟 每次2-4只,孵化猪的幼鸟会在6个月后被它们的父母驱逐 它们的巢穴通常建在被风处,防止被大风吹垮 同时也能经受出其他恶劣天气的考验 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有趣的是,中兆鸟一般不在它们的巢穴中睡觉 它们在靠近巢穴的地方睡觉 另外,它们不会再次使用同一个鸟巢来繁育后代 每年它们都会在新的地方或者老巢的附近铸造新巢 废弃的巢穴也会被其他鸟类继续利用 鹤尼良鸟 鹤尼良鸟分布于中美洲 从墨西哥南部到巴拿马中部 鹤尼良鸟的绘根部是黑色 尖端为橘色,头颈部为黑色 脸颊的裸毛区非常醒目为淡蓝色 全身大致为立红色,至褐色,尾巴为黄色 它们喜欢生活在森林中,是一种非常害羞的鸟类 繁殖期为每年的1到8月 一般情况下每只熊鸟都会有一个领地 当雌鸟在雄鸟面前表演后 雄鸟会允许雌鸟在自己的领地上筑巢繁殖 随后雌鸟会在高达30米的树上 建造长60到180厘米的仿随藏鸟槽 这大约需要花费10天的时间 筑巢完成后,雌鸟会产下两颗卵 孵化时间大约是15天 通常每一个雄性你和两鸟的领地大约有30个槽 目前已知最大纪录是172个槽 黄胸织布鸟 黄胸织布鸟是一种小型鸟类 体长13到17厘米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中国云南等地 头顶为金黄色、绘和颈为黑色 其余为黑白色或白色 主要栖息于开阔的原野、河流、湖泊、水渠、沼泽等较为潮湿的地方 黄胸织布鸟繁殖期为4到6月 通常成群的在树上筑巢 鸟巢由熊鸟独自建造 当开始筑巢后,熊鸟飞到草丛 咬住草叶根部,然后向上飞 将叶片撕成线条状 熊鸟首先将条状叶片缠绕在枝条上编织草饼 然后向下编织,逐步扩大成圆形 当草织到一半后,熊鸟开始吸引雌鸟 成功于雌鸟结成一对后 熊鸟开始完成剩下的鸟巢 一般情况下,每窝采卵三美 孵化时间约14到17天 熊鸟也会参与喂食 小鸟在大约17天后离开草学 一只熊鸟一生可以织大约500个草 如果求偶失败,熊鸟会放弃所编织的鸟巢 重新编织新草 群织雀 群织雀是雀形木织布鸟科的一种鸟类 分布于非洲的喀拉哈里沙漠与周边地区 群织雀的名称来自其大规模群居的习性 一个群体通常是300到500只 在繁殖期,群织雀会搭建巨大的鸟巢 以容纳鸟群里所有的鸟 鸟巢在结构上是由许多小隔间构成的复合槽 在夜晚温度降低后,它们会转移到内部更深的巢穴 群织雀在树上以及其他高松的物体上建造的是永景性的鸟巢 这在所有的鸟巢中是最大的 足以容下一百多对鸟 同时能够容纳好几代 这些鸟巢由隔离的巢穴构成 每个巢穴共一对鸟栖息和繁衍 有时还有后代在一起居住 群织雀没有统一或不定的繁殖期 它们的繁殖期与地域和该年的气候相关 最长可达9个月 在遇到整年降雨量都很稀少的年份时 它们甚至可能不繁殖 雌鸟磨窝蚕2-6枚卵 由父母双方共同孵化约13天 捕疏后约21天的雏鸟羽毛丰满后便可以离开巢穴 普通缝叶鹰 普通缝叶鹰是一种长9-14厘米 头部为棕色,腹部为白色的鹰 主要积蓄于海拔1000米以下的堤山,山脚和平原地带 以昆虫幼丛为食 繁殖期为4月到8月 草的结构独特,主要由熊鸟建造 它们会利用锐利的鸟绘在树叶边缘着出一排小孔 然后用细草镜,蜘蛛丝等做成线 把树叶缝合在一起 而且每缝一针,它就会打一个结 以防巢穴松开脱落 里面则填充植物毛发,细草等柔软的材料 从远处很难被发现 蜘蛛美窝采软3-5枚 由雌雄轮流进行孵化 孵化期约为12天 但由于镊齿动物,乌鸦,猫等食肉动物的捕食 冯烟鹰的蛋和幼鸟的死亡率很高 最离谱的是 杜鹃鸟会把冯烟鹰潮中的蛋叼走 把自己的蛋放进去 于是就有了体型较小的冯烟鹰 喂食体型较大的杜鹃鸟的画面 这些自然界的建筑大师 建造出令人惊讶的巢穴 在抵挡捕食者攻击的同时 还需要成功的吸引更多异性的关注 高超的渡巢技巧和审美令人惊叹 每一个潮穴都仿佛是一件艺术品 你还知道哪些十分奇特的鸟巢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33号放映室是一档分享真实有趣好玩故事的节目 点击关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节目更新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